她是镇上最漂亮的女人 每个男人都想得到她 而男主却想杀了她 而杀她的理由你绝对想不到 男主阿强是一家旅馆的老板 机缘巧合下 她认识了漂亮的阿珍 两人一见钟情 没过多久他们就结了婚 可自从结婚以后 阿强的噩梦就开始了 这天早上妻子突然消失 阿强询问前台有没有见到阿珍 可前台却说一整天都没看见她 这时阿强发现客厅有些奇怪 大白天拉着窗帘 里面时不时还有亮光 他打开门 竟然发现妻子和客人在房间里 阿强愣住了 妻子说他在和客人欣赏换灯片 紧接着来到阿强身边 做了一个鬼脸跑出了房间 妻子的行为让阿强对他起了疑心 阿强一个人来到河边 一边哭一边安慰自己 不要乱想 可第二天阿强又察觉到了不对 他看到妻子在和一位男客人有说有笑 男人临走时还不忘亲了一下阿珍的手 这下更加重了他对妻子的猜疑 回到房间 阿珍看出阿强有些吃醋 他非常开心 因为这说明丈夫在乎自己 可阿强并不开心 反而越来越怀疑妻子 第二天阿珍和他说要回娘家 随后阿珍精心打扮离开了家 此时阿强的内心变得焦躁不安 他觉得妻子在撒谎 妻子一定是去和其他男人约会 于是他开始跟踪阿珍 很快阿强又发现了不对 妻子竟然来到了菜市场 这明显不是回娘家的路线 而妻子的步伐越来越快 时不时还回头张望 这下阿强更加确信 妻子真的有问题 当他看到妻子掏出口红补妆时 他气得浑身发抖 阿强赶紧追上去 但此时阿珍却早已不见踪影 阿强彻底慌了 脑子里开始胡乱猜疑 妻子越轨的各种行为 为了验证猜疑 阿强赶紧来到妻子的娘家查看 这时路过的邻居却告诉他 家里根本没人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阿强 阿强赶紧来到妻子掏出口红补妆 阿强赶紧来到妻子掏出口红补妆 阿强赶紧来到妻子掏出口红补妆